今天和大家分享英国创新签证 Innovator Visa 很多人说不明白这Innovator Visa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比喻来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创新者签证 创新者签证就好比你申请学生签证一样 首先你要有一个大学录取通知书 只不过是创新签证有一个单独的名字叫做 担保机构 Endosing Body 换句话说 你要不然申请大学 给你发大学录取通知书 要不然你申请Endosing Body 担保机构对你的商业计划基金担保 这是第一步 英国政府一贯的做法是宽禁言出 你要想进来没问题 但是你要想毕业难度很大 对于Endosing Body来讲 你要想拿到绿卡 你需要满足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 就像你读书一样 你要满足七门课当中 至少两门要完整毕业 这七个条件当中 两个条件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 投资五万英镑 第二 产生五个就业机会 年薪两万五以上 第三 产生十个就业机会 年薪一万五以上 第四 产生一百万营业额 在最后一年 第五 产生五十万英镑银额 其中有十万英镑式出口 第六 你必须证明 在英国三年当中 你对英国的这种研发 投入大量的资金 并且有知识产权注册 第七 你必须证明这个项目 在整个的行业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举个例子来讲 你如果做一个APP 你的用户平均数是两万人 而平均行业数是一万人 这个情况下 可以被认定是在行业当中取得领先地位 换句话说 创新签证 你就像读书一样 第一步 你要拿到一个录取通知书 也就意味着你要拿到担保机构的担保 第二步 你要能毕业必须证明你七个作业当中 有两个是完成并且通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三年可以申请绿卡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入学标准 不同的担保机构也一样 有不同的担保机构的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 找一个专业的一个机构 给你的商业计划 进行一个辅助的修改调整 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后 我必须强烈的提醒大家 建议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找人代写作业 是风险很大的 因为你代写 被发现的概率是很大的 同样 在indosing body 在创新签证的一个部分 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个原则 命运要把握在自己手里 这个作业一定要自己写 这个商业计划 一定要自己能够参与 只有在你能够参与的情况下 你对整个的流程 才有风险的控制 你才会发现 20万银磅也好 25万银磅也好 你扔出去不会白扔 如果你找人代写作业 意味着 你20万银磅 25万银磅扔出去 很有可能得到的是一个fail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关于创新签证的 一个基本的说明和介绍 当然 创新签证里边有很多细节的 一些风险 控制的一些方法 欢迎大家联络我们 索取进一步的 创新签证的 风险分析的关键点 好 再次感谢大家 观看我们今天的分享 英国创新签证 欢迎关注我们的油管频道 英文大叔 带给你英国20年的生活 法律 各个方面的知识分享 英文大叔 你值得永远